苏联解体以后六个国家 中亚有五个国家 然后另外一个国家叫亚塞拜然 属于靠历海那边的 不属于中亚一部分 但是呢我们通称叫做苏联解体以后 中亚附近的属于独立国协的 伊斯兰的独立国家 这六个国家基本上大部分 都是靠强力的统治者 有点加天下的味道 也没有完全实行到所谓的 西方的民主政治 而这个区域 仍然脱离不了 早年 苏联的影响 他们的语言 虽然还维持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 但是拼写的方法都是跟俄文用一样的字母 所以同学看看国会上有的地方还有些字母在写在上面 这六个国家地方宽广 而且苏联以前的建设 比方说哈萨克 苏联的卫星发射地域都在那里 到今天还在运作 还是做 而且哈萨克的地方很宽广 而且早年这块地方几乎大家是互通的 这里面主要有两大种族 一个是讲波斯语的 波斯裔的 另外一个就是突厥人的 土耳其裔的 那这个都有一些影响 这就是西非撒哈拉共和国 他们独立以后 因为周边的国家的杯葛 一直没有能够加入阿拉伯联盟 那这个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多少年 一直到后来可能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但是短期之内看不到的 这是列强瓜分的一个实例 我们前面讲的 萨克斯比扩第一次大战的密约 把原来的奥图曼帝国瓜分了 奥图曼帝国的土地 列强就有意地把它分割成好几块 所以在这里面同学们看到 叙利亚的边界就是用直线化的 很多地方直线的 叙利亚跟伊拉克是硬瓜分成两个国家的 这里看得很清楚 伊朗 土耳其 叙利亚跟伊拉克 四个主要的国家 瓜分了一个在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数千年的民族 库德人 就这样 国界就把它们瓜分了 而土耳其的东南部边界 也是奥图曼帝国以后被重新化的 所以那个边界大家也看到 有几条线是不自然的 比较直的 这一些就把一些讲阿拉伯语的人 给他画到土耳其的国界里面去了 是属于叙利亚这边的阿拉伯人 就被画过去了 然后库德人 变成他有一些亲戚在叙利亚 有一些亲戚在伊拉克 有一些亲戚在伊朗 所以最近几十年来 在土耳其的库德人 他们是活动的最厉害 他们有他们要脱离土耳其人的统治 要独立建国的一种概念 伊拉克后来给了他们库德族自治区 就伊拉克国土的北边 今天混乱的伊拉克里面 库德自治区是比较稳定的地方 在伊朗也有他们的活动 跟他们的诉求 叙利亚也是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穆斯林民族 从来没有要求政治权力建国的 结果到了二十世纪 硬被瓜分了 这不能说不是悲剧 跟他们类似的就是这群人 在北非的撒哈拉大沙漠 这个民族叫做Tawarik 同学们如果有人喜欢研究汽车 德国的Volkswagen 他有一种车子设计 叫做Tawarik品牌 他们就说这个Tawarik 就是用非洲的Tawarik这个民族的名字来 而且他们还有一部分收益 拿来协助Tawarik的社区发展跟教育 Tawarik这个民族 也是在这个区域生活了很久的人 他们是属于并不是肤色很深的非洲人 而是属于跟今天在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图尼西亚 利比亚生活的 巴尔巴尔 摩尔人 是同样的来源的 白皮肤的 有他们的语言跟他们的文字 但是Tawarik因为生活在内陆 后来慢慢跟周边的非洲民族通婚 他们肤色就变成比较深了 他们跟阿拉伯人不同的 除了语言 还有一些风俗以外 最主要的他们男生都蒙面包头 而他们的女生是不蒙脸不包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民族 他们分布在利比亚的南部 阿尔及利亚 一直到摩利塔尼亚一小部分 Najer Chad 还有玛利这个国家 还有布里亚法尔 我们的友邦的一些地方 这些民族他们也发展出来 他们生活的一种状态 所以他们就用多国籍 多护照的方式 你到哪一国家 他就出示哪一国家身份证 就这样登记 这样活下去了 后来他们慢慢的 也有他们建国的诉求了 在阿尔及利亚 在利比亚 格萨菲时代 格萨菲很支持他们 所以格萨菲2010年倒下去以后 很快 托瓦里克就在南部的 一个非洲国家 叫做玛利的这个国家 开始有他们的动乱 跟当地人发生冲突 后来不得已 法国是宗主国嘛 就派兵去玛利保护跟镇压 所以这都是穆斯林民族 因为列强的瓜分 而造成的一些事情 我们继续讲的 还是伊斯兰政治的复苏 到今天为止 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情势 仍然是混沌不清 整个阿拉伯联盟彼此之间 变成很多的集团 因为他们的利益 而伊朗跟阿拉伯 尤其是海湾国家 几乎是 这个 汉贼不两立一样的 因为伊朗 鼓动 实业 在伊拉克 甚至在海湾国家 来介入一些政治的诉求 所以导致这些海湾国家 很不高兴 彼此之间 现在有一些很大的问题存在 虽然伊朗已经在去年 慢慢地获得了西方国家解禁 因为它同意它的核子武器的发展 要受到西方的监督跟控制 所以将来怎么走 仍然还不是很乐观的 虽然我们的看法是认为伊朗已经是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了 但是仍然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 第二个要看的就是显然地看到 伊斯兰世界里面 很多都是由它的民众自动自发的 而不是政府 是反过来的 民间慢慢地开始影响到政府 而科技跟传媒的发达 也帮助了伊斯兰正确的知识的传播 但是不幸的也同时把一些不确定的消息传播 所以在这个舞台上面 还有很多的很长的路要走 一些伊斯兰体制里面的优点 典章制度 现在慢慢地被现代的西方国家的经贸 政治法律金融体制 他们开始研究 甚至于接受它的制度 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结果 虽然是很惨痛的交流 而穆斯林大众历经了殖民统治以后 初步地显示出来 他们可以自我调解调适 而经过还要长期的交流跟接触 目前最重要的伊斯兰世界 彼此之间的互动跟关怀 大家慢慢地有新的共识 将来如果能够促进进一步的团结 这样子的话 就更显示出来伊斯兰信仰的坚韧 这两年最吸引人的有关中东或是整个世界的消息里面 伊斯兰国是一个区块 伊斯兰国它的呼号就说我们是要建立或是要恢复早年的这个Halifi的制度 就是穆罕默德死了以后 后来的圣门字体四个弟子他们所建立的这个 所以他们打出来的这个旗子是黑旗 大家看到没有 上面用的这个字体 圆的里面那个就是穆罕默德早年的一个戒指 它上面写的是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 那上面写的是La ilaha illallah这个口号是穆斯林的口号 除了阿拉以外没有其他的主 所以它底下还有一个行字被挡起来了 那才写的是国号 Adawlatul Islami 伊斯兰国是这样来的 虽然他们有人出来了 然后说我就是这个伊斯兰国的Halifa 但是大家都问好你这个制度是怎么样起来的 是谁选的 然后就号召各地的有志之士投入 它这个国家的发展到这个阶段 事实上它前面有一些问题存在 前面的问题是什么呢 911以后 暴露了长期几百年累积下来的一些能量 什么样的能量呢 反对西方殖民的 偏激的 不满于现状的 逐渐的在二次 第二十世纪 二次大战以后 从1948分治巴勒斯坦 建立以色列国家 到后来阿拉伯国家独立 然后阿拉伯国家的一些统治者 他们不得民心 还有教育的错误 种种都导致了 这些民怨后来逐渐的累积 发展出来 变成一些 反对体制 反对西方等等的 尤其是到了 80年代 跟70年代 阿富汗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是直接的号召伊斯兰世界来帮忙 来抵御苏联南下印度洋 不要让北极熊 下到温暖的印度洋来 说阿富汗是最后一个区块 所以当时有很多人 就投入了阿富汗战争 比拉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家里很有钱 但是他就去 慢慢的 想法也偏激了 等到阿富汗很可惜 苏联撤出去以后 接着阿富汗爆发的内战 变成几个不同的部族之间的争执 而这些游击队呢 也被 或是被征召了 或是他们面对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从不同的国家来投入这个战场 但是战争完了以后 他们发现他们的国家 他们回不去了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害怕这一些游击队 每一个国家都说我要安定 你回来你是反对我的政权 很可能就把我推翻 所以他们就继续 因此这些人后来就发展出来 他说伊斯兰国出现了 Islam States 正好就把这些恐怖组织 让他们化暗为名投入了 他不但有他的雄心说 我要建立当年的伊斯兰帝国 而且我还接受你们加盟 你在非洲哪个地区 你只要起来 我就给你一个符号 给你一个方号 你就变成我的人 你在东南亚 你在中国 我都欢迎你 你在台湾要游 我也欢迎你 结果这个问题 慢慢地就变成很大条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 伊斯兰国的问题 圣战这个题目 常常有人提到说 伊斯兰的武力 或穆斯林的努力 就会在这一方面提起来 那这个圣战到了 上个世纪的七零年代 或是六零年代的底 都是因为 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后 在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问题上面 因为以色列得胜 所以把原来 约旦在托管的 约旦河的西岸 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 变成了 以色列的占领区 巴勒斯坦人因此 就开始他们的武装的一些 抗争 背后少不了大国的一些角力 从那个时候开始 穆斯林的圣战这个问题 又开始被炒作起来 关于圣战这两个字 在阿拉伯的原文里面 事实上它是一个努力的意思 努力 奋斗 积极去做 这个都属于 Jihad的范围 那这个Jihad 结果就被翻译成了 是一种神圣的战争 事实上 它应该讲是神圣的奋斗 神圣的努力 而在伊斯兰的宗教的看法里面 神圣的努力 或神圣的奋斗 基本上 它是从一个人的本身开始 我好好的努力过日子 这是属于伊斯兰的 所谓的Jihad里面的 好好的克服我自己的私欲 尽量的朝向 一种道德生活的规范上走 这个是属于Jihad 那后来这个Jihad 就被衍生到 更高的层次 一个民族 一个团体 他们集体的使命上面 应该怎么做 那这种的就被翻译到 因为到了伊斯兰后来的阶段 在穆罕默德迁徙到麦地纳以后 古兰经班将下来 里面准许他们有战争了 其实伊斯兰在战争这个字上面 是非常谨慎的 正确的讲法是 人家不犯我 我不犯人家的 你拥有武力 只是表示你在 在保护你的家园上面 显示出你的武力来 告诉你的敌人 告诉你旁边的周边的人 不要轻易的来 想要侵犯我的利益 因为我是有准备的 我是有武装的 但是这种说法 后来被人家滥用 到了下一个阶段 准许穆斯林战争了 那当然就是 努力的把你的生命 跟你的钱财拿出来 奉献在保卫家园 抵御外务上面 西方人比较喜欢 曲解跟引用的 就是把圣战两个字 套在穆斯林来作战 何况近代 发生在巴勒斯坦 跟以色列问题上面 或是后来的 阿富汗问题上面 都显示了穆斯林 他们在这种 要保卫自己的家园 要保卫自己的信仰上面 他们确实是 不惜牺牲生命 但是这种牺牲生命 不能把它跟圣战 两个字画上等号 是不可以的 生命我们中文都有讲法 有的时候是轻如红毛 有的时候是重如泰山 所以人类对这个生命的尊重 都有相同的看法 你真正说是 你拉爆一个人肉炸弹 你就可以进入天堂 那未免太小看这种价值观 但是不幸的 这两个名词会被人家引用 所以就发生到一些困扰 我再说一遍 穆斯林的圣战事实上 就是自己克服自己的私欲 自己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积极去工作做人 然后再延伸到 如果团体受到外武侵害 那就必须要团结一致 这些都是属于 所谓的吉哈尔德的范围 那后来就被翻译成神圣的战争 或所谓的圣战 那这里面有一些误解在内 同学们看这两张照片 就可以发现到 左边这些蒙着面罩的 他们是在巴勒斯坦人 武装对抗以色列的阶段 这个在六零年代末 一直到七零年代最有名的 他们跑到慕尼黑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 开枪杀人 那事实上这个做法 并不是很正确的 慕尼黑参加运动会的人 是平民而不是你的敌人 伊斯兰对战争 有很严格的规定的 战事面对战事打仗 所谓军人面对军人作战 对平民 就是敌国的平民 也不能够滥杀无辜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在六零年代末 七零年代初 那个时候 他们是人肉炸弹自杀攻击的 滥杀开始的 当然也可以有一些 同情的方法去解释 说这些人也就是面对一种 生存跟灭亡的关头 所以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那这就回到我们一个老问题了 非常时期可以用非常的做法来做吗 跟辩论正义一样的 右边这一章指的就是 在阿富汗 苏联企图入侵跟占领阿富汗那段时期 整个伊斯兰世界发动的 要阻止苏联侵入阿富汗 所以当时很多人 志愿的跑到阿富汗去 那这一章都可以解释 是一种要抵御外物 而不是要扩张自己去侵略别人 所以圣战这个字 不但是被西方世界误解了 而且穆斯林有的时候 他们在政治上面有些作为 乱呼口号 或是借用一些宗教上的名词 来扩充他们自己的利益 对这个圣战两个字 也有他们的一些错误的用法 所以这里特别要提出来 圣战原来的字叫Jihad Jihad本身的意思是奋斗努力 也就是你自己怎么克服你自己的私欲 克服自我 然后来过一种 比较正常跟正确的生活的模式 一直到提升到 如果你要保卫国家 你要与敌人作战 这都是这个Jihad的范围 但是笼统地翻译成圣战 这个字不太妥当 恐怖攻击跟偏激 其实偏激是一个专题 恐怖攻击是另外一个专题 所谓恐怖攻击就是 用各种的方法 来扰乱人家的正常生活 不论你用的是暗杀 装置炸弹 或者是恐吓的手段 或者是暗示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恐怖攻击的 让正常的人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 同学们可以想一个实例 事实上他没有攻击 或是没有在这个地方发生攻击 但是当他宣布 说你是我的目标以后 就造成了这些地方的一种恐慌 他扬作攻击 结果你这个地方就以为他要来打了 结果大家就造成世面的恐慌 经济的恐慌等等 还有他用经济的手段 或是足隔你的物资的输送 这些都有恐怖攻击的一些分子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下 我们想一想 从二次大战以后一直到现在 中间经过了大国冷战时期 共产集团或社会主义集团 跟西方的资本主义集团 或是美国跟西方 面对的苏联 还有面对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 一直变化到后来 柏林围墙崩溃了 苏联解体了 又进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 有些人说它是两极变成了一国独大 那从七零八零九零到现在二十一世纪 这数十年里面 从冷战慢慢的变成了一些地方或是区域性的骚动 当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们不能够随便的一起战争来 因为战争的结果确实是让人担忧的 伤害很大 所以我们又再提起来 六零年代末 因为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战争 以阿战争 所以巴勒斯坦的问题 又重新变成一个大问题 背后当然少不了大国的角力 但是呢 这些巴勒斯坦 他们就组织游击队伍来抗争 有不同的团体 不同的阵线 而背后支持他们的也非常的复杂 有当时的中国大陆 有当时的苏联 有当时的一些比较左倾的国家 还有一些是比较正常的 阿拉伯国家支持他们 他们的做法也从一种比较温和的 一直到比较偏激的 比方说刚刚我们讲到了慕尼黑的攻击 奥运的时候的攻击 自杀炸弹 抢飞机 劫机所谓的 后来劫机全世界的人都有共同的做法了 这就有效的遏止了 全世界的做法都是 凡是劫机的必然是重罪 问题就遏止了一部分 同样的做法 类似的我们讲就是贩毒 很多的国家现在都是 严刑菌法的来面对毒品 包括你毒品的输送等等 但是是不是有效的遏止了贩毒 现在还有在观察 因为大家的做法还没有统一 倒是对于劫机 大家的做法比较统一了 所以现在安全检查也严格 然后这种事件发生的也比较少了 上世纪一朝这个世纪初 劫机确实是有一阵子是特别猖截的 恐怖攻击背后必然有原因 它的原因就是偏激 偏激又是怎么造成的 人类彼此宽容的相处就比较不会有偏激 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不平则鸣 这句话就可以很贴切的来形容 为什么会产生偏激 假如一个老师对一般的同学 对这边右边的两排 对他们特别的客气特别的好 对其他的八排 一律是 不是一体同仁 这个时候久了 这其余的八排 对另外的两排就会有一种 不谅解了 那这两排说不定 他们也会有一种另外的偏激想法 会说我们这两排是老师的天之骄子 我们看不起你们其他的八排 不论哪一种都是属于偏激 社会情况也是如此 家庭里面也是如此 朋友之间同学之间也是如此 然后再加上 如果大家没有共同的游戏规则 就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所以伦常的要紧 游戏规则的要紧 都是防止发生偏激行为 近年来我们讲的学校校园的霸凌 也跟这个偏激有关系 偏激很可能是教育养成的 很可能是社会的习惯养成的 偏激很可能是因为 一个人在他的生活阶段里面面对了一些困难 而造成了他的不平 比方说 假如这个社会失衡了 毕业出来的人找不到工作 年轻人出来 纷纷不听 我离开学校就变成失业 那我的一些愿望 我的一些计划 我的一些梦想怎么样去实现 这类似的情况多了以后 就会产生一种很极端的偏激 愤世忌俗 这四个字就是这样形容的 而不幸 偏激是一种人类心理跟人类社会情况 种种原因造成的 不分种族 不分语言 不分地区 不分宗教的 都会有 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 以色列以前的总统 就是被一个犹太的偏激分子 把他暗杀的 再想一想 我们最近台北市 这两年里面发生的 在捷运上面的 持刀砍人 或是在车站打人 这背后的元素 不是那么样简单的 一个人神经不正常了 而是必然是 有一些愤世忌俗的成分在里面 再举一个例子 缅甸最近这几年 缅甸的佛教徒 有一些偏激分子出来 他们说了 因为穆斯林的塔利班 这是一个极端的组织 在阿富汗炸毁了 帕米尔的石雕的大佛像 所以我们要在缅甸杀害 穆斯林来替我们的 那个被炸毁的大佛像报仇 这个逻辑可以讲得通吗 讲不通的 但是就发生了 他们去焚烧 穆斯林的清真寺 他们去攻击 穆斯林开的商店 等等的 再讲一个 在日本东京 有一个比较神秘的组织 叫做欧摩真理教 里面就有人 跑到中间的地铁里面 用沙林毒气来 在地铁里面 伤害了很多人 这个人也不是基督教 也不是传统佛教 也不是摩斯林 但是就发生这种攻击了 再往回溯 人类世世代代里面 都会有这种不正常的 所谓偏激的事情发生 那它背后的一些是心理的因素 社会的因素等等 是非常的多的 因此我们的社会里面 怎么样维持一个安定的 共存的社会 是一个很重要的 伦常 所谓游戏规则 还有就是 从小怎么样教育 我们的年轻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你要培养一些偏激的 那必然就要 很容易就发生 最后的后果是 非常惨 代价也是非常的大 社会只要动到不安 那这个代价是普及到 所有社会里的民众 而不是单一的 所以这个偏激跟恐怖攻击 是一种社会上的现象 不限于一个宗教 不限于一个民族 那怎么样去 消弭这一些不平衡 怎么样去 在人类之间散布 所谓的大爱 或在人类之间散布 怎么样的宽容 共存 这个在教育方面 需要花很大的代价 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研究 社会经济不好 长期下去也会引起社会动荡 社会经济太繁荣了 也会引起一些动荡 这些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 人类必须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它 好 到这里讲完了我们的政治 伊斯兰的政治跟相关的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